恶劣 菲律宾总统强硬 拒绝亲自道歉 菲律宾公务船冷血射杀 我于名人强词夺理 菲律宾总统府昨天进对外表示 非国总统小艾奎诺 不会以个人名义 亲自向台湾总统马英九致歉 也不会再派新特使赴台交涉 更夸张的是 中央社昨天报导 菲律宾司法部长还说 不会公布案发录影带 台湾政府也不能询问 非方海防人员 非国调查小组会到台湾 对死者洪石成再次厌尸 并做调查 外交部回应 台湾不会接受这种要求 仍要求正式道歉 并无要求特定设定对象道歉 只要能符合我国人民的要求 且道歉中不能用非蓄意 这样的字眼才会接受 法务部目前已提交调查证据清单 正和非国调查局协商 我国也计划废除 北纬20度的户于南界 而八名工人国际委员会成员 昨天则到劳委会抗议政府 利用非劳当作对抗的筹码 也希望政府可以保障 渔民和劳工的权益 动新闻 菲律宾太超过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